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记者会主题是 抗议中共胁迫解散组织 香港编程青年在台正式立案 从2020年的7月1日 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 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的香港民间组织 是被迫停止盈域或解散 像是教协民政 还有近日传出的支联会 的职位也遭打压并被逮捕 那面对中国政府 禁决所有在港民间组织的活动 生在台湾的边境 是绝不会青年退缩 作为见证边境陈整的一员 其实在这里必须要跟 沉浸在路上每一位 有伸出过元首的台湾朋友 跟香港朋友 或者是之前 有为边境努力过的伙伴 其实献上最深的经历 香港编程青年 就是在日后 也会继续不为余力的 为香港发声 然后集结全球抗中的力量 并投入在在台港人的诚意 参议上面 因为这个是属于香港人 属于台湾人 属于在台港人 属于我们的一场时代革命 在台湾的我们必须要从长记忆 包括政府 包括民间 必须要开始去思考 在台湾 我们如何和香港人一起 并肩 做好我们在法规上的长期部署 不管是我们对于香港的港资里面 未装成港资的中资的防范 不管是我们来到台湾的这些香港人 所得到的协助 如何成为一个 他们长期能够融入台湾 成为台湾新住民的一个法规 在现有的机制上面 我们知道政府 比如说有这个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 然后透过这些个案协处的机会 来援助香港人 但是我也必须要强调 从2019年开始 台湾政府的确给出了很多善意 也的确给出了很多实质的协助 但是这些协助 目前看来都还是短期的措施 在未来的几年内 香港持续受到打压 在台湾我们必须要思考 如何透过长期的法规部署 如何改革目前的法规制度 长港人来到台湾 能够真正让台湾成为他们一个安生利命的家